哈喽 大家好 我是伟廉 在那个新加坡盲人学会 就是在那个 那个学会里面有一个图书馆 还有一个盲文点字的这个部门 那我就是在里面帮忙了 那之前我有当过电话售货员 还有客户服务 我也就是也有做过大概一年多 所以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为了生存 疫情对你造成什么困扰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 所以其实真的也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吃饭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要travel的时候就可能 有时候就是疫情啊 人家会比较不敢靠近彼此嘛 对不对 那当然每次进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safe entry 就是那个check in 当然会带对盲人来讲 是会带来一些不便 那现在有一些直接更自动的 你把电话放在上面就 叮一下就好了 那那个当然更容易了 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现在我就是搭了那个grab line 当他们好奇 对你好奇 但是要问你问题 问你一些 他们好奇的东西 他们会不敢问 所以他们会这样问得扭扭捏捏 问得啪啪啪啪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这样听起来 我本身觉得更别扭 所以很多时候当他们要问的时候 我都会帮他们完成问题 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我肯出来 我肯在外面让你们跟你们接触 如果我还怕就是被你们问这些问题的话 我就觉得我应该是那种在家里躲在家里的 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做 我们要去某个地方 可能我们会有自己的所谓的 我们自己的root 自己的整个已经习惯走哪一条路 习惯怎么样走去了 我一个朋友 也是一个盲人朋友 他遇过的就是 比如说他要去 point A到point B 那point A到point B 可能当然有很多方法去 那他从A走到一半 就有人来讲 I'm going to B OK let me help you OK他就去咯 那 help me help you 那半路他电话响 Sorry sorry I have to go now 然后他就 所以我的朋友就变成 between A and B 可是不知道 where 现在生活重心是什么 priority就是 明年就会结婚了 所以就会 就会有一个flat要养 所以那之后就再看咯 我觉得就是要 就是要搞好这些 就是新的家庭的东西先吧 那之后再来打算吧 我觉得人生的阶段 就是我已经算是走到了 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 所以对我来讲是 那个priority会不一样 其实我还蛮开心的 我其实不是一个 太喜欢大事周章的人 所以反而少人更好 我也是一个人 我也是跟大家都一样 所以工作是工作 那现在当然我还算是一个歌手 那也是我的工作 所以那我工作以外 我也就是我嘛 我也就是一个新加坡的盲人之一 我的生活其实也跟 比如说一些的盲人 或者是跟你们大家 其实也不太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我觉得在近期内可能不太会啦 我觉得可能就是 如果偶尔可能会出一些 可能单曲 这是有可能 我觉得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改变啦 只是人一年一年的成长 那当然可能想法也有一些变 那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对我来说 钱不是它那么的重要 那现在当然又有疫情 那物资什么东西 好像比如说公共交通也要起价了 那我楼下买的咖啡也起一毛了 所以到头来真的还是为了生存 自己的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大家记得收看空中访民情 拜拜